中文大學學科系的肝膽外科組主任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蘭寶山教授 寶山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科系的肝膽外科組的主任 他也有很多的功績 包括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教學組的副院長 他也是現在外科學院的總監和學科雜誌的主編 他不僅僅在肝膽外科 而是在整個外科手術的質素 各方面的監獄都有很多的研究 今天他也跟我們分享 如何去提升外科手術的質素 多謝 多謝阿堅先生 亦都多謝 亦都多謝 邀請我們參加這次的討會 今天我的講題就是 如何提高外科的質素 現在世界的發展到一個地步 就像剛才阿堅醫生所說的 就不只是做手術的醫生的主都 是住在一起的 其實病人整個冷情都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追求的 是追求一些高值的 或者高產值的醫療 其中最強調的就是質素 當然在質素方面 我們會看很多東西 包括醫療系統裡的架構 以及過程 即是病人走入醫院 到他出院成了流程 以及結果 當中我們很強調 最重要是安全 這是什麼都假的 就是如果從病人的角度來講 或者從家人的角度來講 這個幾時都是 你如果開刀不穩陣的話 或者風險太大的話 就不太理想 當然剛才阿堅醫生提到 可以用很多工具 便宜的又可以 貴的又可以 超級貴的都可以 但是我們怎樣 在整個醫療體系裡面去看 我們怎樣可以 用最少的資源 做到最多的事 最後一件事 關於高產值的醫療 其實最重要 都是去到病人為本位 給人看法 就是說病人覺得怎樣 他是不是覺得 真的好了 還是手術就做了 但其實他根本是 可能感覺是差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這個質素方面 我們其實 如果你看一下質素的定義 每個人 每個病人 甚至每個醫生 或者不同的醫療機構 其實他們對那個 所謂質素的定義 其實都有不同的 很簡單 好像在病人來說 傷口同不同 可能是他一個質素的指標 但是如果他的傷口是不痛的 但是其實如果他有腫瘤 腫瘤沒有切得乾淨的話 在那方面 質素是不好的 但是他真的痛一點 他有感覺很好 雖然他過幾個月 接著他就復發了 接著很不行 但是 所以在這裡 我們要想的是 大家其實要說 那個質素 都是說那些東西才行 所以我們套用一些老師傅 這個Dr.Billion 他在1966年已經提出了 說我們去探討一些醫療的質素 究竟我們可以從什麼角度去探討 其實就是不外乎 就是Structure Process 和歐吉 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去看 簡單來說就是整個病人的流程 整個病人的經驗 我想在這裡強調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研究這些醫療的質素 我們都是由一個醫院 或者醫生的角度去看 但是其實呢 如果我們單單要用一個 博力去探討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以病人為本位 的一個Patient Center 的一個概念 WHO 都有一些不同的 我們叫做範疇 去界定什麼是高質素的醫療 這裡也來列好幾個 第一 其實都是跟我剛才說的差不多 最重要就是要安全 亦都從一個大局去看 就是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得到醫療的照顧 不是說他有錢 他的照顧就會好很多 沒有錢的 他就基本上不能夠照顧到 又或者是醫療機構 它本身利用公共的資源 它利用得很不厚 其實呢 其實呢 那個 那個 所謂的值 的value在哪裡呢 其實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一個 簡單的方程式去看 就是說 是質素方面 但是也是要一個合理的價錢 就是說 它不能夠超級這麼貴 你如果用錯的都要用很多錢 變成每一個人賺錢的收入 都拿去做醫療 這樣便是無便的 你也要租屋 吃飯 坐車 所以今天呢 我主要想探討 上面的部分 就是質素的部分 成本或者價錢方面 今天就好像不夠了 首先呢 我想帶大家先去英國 英國呢 其實呢 在去年 已經有一個新的網站 叫做 賣NHS 那其實這個什麼網站呢 它這個網站提供很多醫療資訊的 那現在其實 香港啊 澳門啊 也都有不少這些醫療資訊的網站 但是呢 這個網站有一個特點 這個網站呢 你如果去看一個醫生 看一個外科醫生 準備做手術 你是可以看到 這個做手術的醫生 他的往跡是怎樣 譬如我這一位朋友 因為我其實 1994、1995年呢 我在外丁堡呢 都是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那 那我有一位朋友 Sanwa呢 他就在這個網頁那裡找到他出來 那他都在外丁堡那裡做 就是做 這個成人的心臟科手術 那他就可以找到他 那看到 除了他的名字之外 還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 看到他其實 過往的一段時間 但是 由一零年到一三年 他究竟做了什麼手術 譬如說 他主力呢 原來呢 他接近百分之九十的手術呢 都是做心臟八條手術的 這樣 那這個就很好 那就是說 他做很多 那應該信賴得過 是吧 但是 可能他做很多又死很多 那怎麼辦呢 都看完 究竟死亡率是怎樣 就是說 那個病人 他做手底下的定人 做了幾個手術 而那個手術後的死亡率呢 是會有一點呢 可以在一個圖表上顯示出來 但是你又想 一個我們叫做粗死亡率 究竟是不是一個總確的指標呢 原來在醫學上 我們發覺 是絕對不是的 還有很多時候呢 如果你單單看的粗死亡率呢 其實呢 是可以非常之不同的 因為每一個病人呢 他那個底子都不同的 如果這個醫生 他是很好心的 就是那個病人呢 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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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死一生 他都照做 他盡力去幫 那自不然呢 這位醫生呢 他出來的粗死亡率呢 是會相比其他醫生呢 是為高的 但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好醫生來的 我們說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呢 就進行一個叫做 風險的調整 怎樣風險調整呢 就是說根據那些病名的底子 來做一些調整 那麼呢 我們調整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呢 一個調整後的死亡率 那麼呢 就從來呢 我們呢 是用一些統計學的方法呢 來拿到 譬如他這個呢 這條紅線呢 就是告訴我們呢 這個在英國 整個英國 平均 一個心臟外科醫生 他做手術 他那個病人 能夠接受到 或者是 所謂最高限度的死亡率 那麼 如果他在這條紅線以下呢 即是說呢 這位醫生呢 他是安全可靠 那麼呢 這個圖表呢 亦都是可以在那個網頁上看到 就是說 他過去那段時間 做的病人那個風險的因素 的一些特質 是怎樣的 譬如他做的病人是老不老的 又或者是男女比例 剛才提過有沒有吃煙呢 這些呢 都是一些風險因素 那麼 全部呢都可以這樣看 那是不是很好呢 對吧 那是很好啊 即是 我們去澳門的賭場 我們買大小 我們通常都走過去看一看 即是他連開十一鋪大 然後一鋪小 那接著怎麼買呢 但是好像知道風險是否好一點呢 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我想告訴大家 有那個往績呢 就未必代表一定是會這樣發生的 因為 如果你看一下賽馬 可能他的血統很好 可能他 跑很多場都會贏的 但是 忽略了什麼呢 他當時的狀態 那所以說呢 往績呢 是要來參考的 就不是一切 我想那些馬皮人 經常都會說 那 在我們外科醫生來說呢 我英國那些朋友呢 其實呢 很多外科醫生呢 都是很反對 這件事 他們很反對 這件事 即是說 將他們每一個人 他那個 手術的成果呢 是擺出來 在公共的平台那裡 那 其實 他們包括有什麼反應呢 第一件事呢 如果一這樣登出來呢 其實呢 就 將那個 重點呢 就不再在病人的處理那裡 即是說 不是說關心那個病人 是那個 那個外科醫生 他想想 我的數目呢 如果我的數目呢 如果我的數目呢 是不行的話呢 我沒得混合的 對吧 也有些呢 就是說呢 不要緊要 一定會有得混合的 高風險的病人 你全部不行 那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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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安全的 怎麼做呢 都不死的 那就可以了 但是 要問多個問題 就是 高風險的病人 是誰做的 對吧 最後呢 就是呢 剛才 剛才 溫醫生都提到 就是說 那個其實那個 手術的結果呢 就不單是呢 主宰在那個主導手術 也都呢 是要看他呢 本身的底子是怎樣 病發展到怎樣 還有呢 醫療機構 如果在做手術的時間 就是醫院 那個手術室 麻醉科醫生 一直到做完手術之後 深切治療 深切治療之後 如果有併法症 怎樣處理 其實那個病人 整個流程呢 手術室 手術的醫生呢 或者一個外科醫生呢 只是呢 可以呢 決定到呢 一部份 如果以整個流程 去 就是好像有少少 入了他的數 那是有少少 不公平的 那所以 那所以 在英國呢 就很講呢 這個 就是 要向公眾負責的 也都講呢 transparency 要透明的東西 那但是 我們說 如果 在病人 他不是真的那麼清楚 這些那麼複雜的流程 和一些那麼複雜的 統計過程底下 他 得出來的資料 其實他做的選擇 所謂醫療的選擇 是不是真的好些呢 其實呢 我認為呢 是有個問題在這裏 但是 作為外科醫生呢 你總不能夠 不理會自己做的那些 做的那些 做的好 或者說不好的 人呢 很怪的 他只是記得自己 成功的例子 失敗的例子 是很容易記得的 我見到在在 很多東西 就是外科醫生 但是可能你都會 參與一下賭博的遊戲 多數大家都只記得自己 贏錢那一次 輸了那些很快就不記得 這是人的性格 所以呢 所以呢 遠至古代 其實曾子都說 五日三省原生 就是 看看究竟怎樣 所以呢 我們呢 在香港醫股局 下 我們七個聯網 我們 全部醫院 都參與一個計劃 就是 手術成效的監察 還有呢 是 一個 我們說 質素提高的一個 一個 program 一定不容易的 是非常困難的 那等下呢 我會 用少許時間 講解一下 我們做了二十年的功夫 究竟這二十年 怎樣走到現在 我們在走什麼步呢 那其實 遠至一九九五年 我有幸 我老闆呢 當時呢 就推薦了我 代表醫院 去參加 醫管局 一個 叫做QA審行 這個QA審行 就是 質素保證的一個 委員會 那 就 這個委員會 由九五年成立 一直慢慢 去到二千零二年 我們呢 是開始 做一些 比較大陸的 比較數據 一些 一些 的 一些 的 披茶 這樣 一直到 2008年 我們正式成立 手術監察 成效的系統 到2008年成立 先說說最初 因為都很有感情的 因為呢 其實呢 那時候呢 只是能夠 知道 那個粗的死亡率 就是說 病人的底子 等等 我們完全不知道 而且呢 不單止 還是 靠那些 外科醫生 自己提供 一些資料給我們 那一問 就死了 自己提供 我 全部生的 我就給你 死了的 那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記得 我們 當時呢 都 都 這個 二十年前 大家不要怪 我們呢 就是 基本上 是靠一個方 就是說 究竟那個病人做了什麼 手術 不同的手術 希望 收集一點 不同的數據 關於那些病人 跟著呢 去做一些統計的分析 但是呢 分析了 出謎之後呢 就是做完呢 有少少的 發覺呢 做完就只有一個 為什麼呢 第一 回來的資料呢 不全面 第二呢 就算回來的資料 不全面呢 它的總確性呢 都是全異的 最後呢 就是呢 分析了之後呢 我們 前線的同事呢 個個都說 有沒有搞錯啊 算到我們這麼差 我們很好啊 沒有理由的 你當然是計錯數 所以呢 很難爭 如果很難爭 那怎麼辦呢 我們呢 去到2002年呢 我們呢 終於有些進步了 終於有些進步了 我們呢 請了一個 全職的護士 和一個半職的 外科醫生呢 來幫忙呢 去做這個audit 去做這個audit 這個audit呢 亦都是與此同時呢 醫管局呢 他優化了他的電腦系統呢 令到那些資料呢 就是說 很簡單 有個病人 被某某某做完 或者在某某某醫院 做完手術 他死了 那他呢 那個外科醫生呢 就不能夠說 沒有死啊 他生病了 不行 因為呢 在電腦那裡 那個記錄呢 他真的死了 所以呢 我們呢 就有這些 這樣的難本呢 特別呢 我們拿了英國的難本 來做一些 是比較性的audit 那麼我們呢 都呢 在不同的年份 看了一些不同的大手術 因為其實 你說 比如 補一個小腸器 或者是做一條 蠻腸手術 那個死亡的機會不大 但是呢 譬如說 大型的肝切除 食道手術 換肝 又或者呢 避尿科的 全膀肝切除 或者是疑腺一些切除 那些 那也都有 阿溫醫生那些 是大型的肺炎切除 那樣的 我們呢 都進行了一系列的audit 就看到呢 有那個趨勢是怎樣的 那個粗死亡率是怎樣的 那麼呢 中間呢 其實呢 我們都開始 進行了 剛剛我所提到的 一件事 就是那個風險的調整 我們調整了風險之後呢 那個比較呢 就是公平了 所以呢 你看到呢 原來一直到 從2002年呢 我們開始呢 是完全沒有風險調整的 到2006年呢 我們呢 是做了全面的調整 那麼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其實 慢慢呢 是達到一個地步呢 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外科醫生 我們自己的外科醫生 都開始接受了 就是說 喂 這個 這個 這樣的 就是 監察呢 那些數據呢 是準確的 也是合理的 也是公平的 因為看了病人的底子嘛 就不用說 對啦 我做的那些病人呢 就好的 你做的那些病人就差的 這樣這樣 就不用在那裡 大家手指指了 不用咬了 但是 嗯 嗯 我可以給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 食道切除 在2002年呢 我們呢 進行了一個 四年的數據分析呢 就發覺呢 其實呢 當時呢 在香港呢 醫管局下面呢 十個病人做食道切除 死一個 十個死一個 那當然 這個是一個平均數 就是 換言之 就是說 有些醫生呢 可能是沒有人死的 但是有些醫生呢 做十個死量數 這個是一個平均數 那麼 嗯 當我們 告訴很多同事聽 喂 我們整個醫管局 做十個死一個 這樣 那大家就 哎呀 就是你計錯數啦 是不是啊 不是啊 我一個人都不死的 那不要緊要 我們呢 就 找些同事呢 大家 研討一下 談一下 啊 怎樣最好 那真的有些是 是沒有人死的嘛 那我們就找他出來 跟大家說一下 喂 我怎樣做呢 為什麼我做到 可以 死亡率是零呢 這樣 去到2006年呢 我們呢 再回顧 去到呢 四年的數據 發覺呢 一個大的進步 大到怎樣呢 多於50% 由原本的11% 去到呢 小於5% 這樣 所以呢 這個呢 我們就說 透過一個這樣的監察系統 還有呢 一些數據的分析呢 是可以呢 達至呢 一個 質素的提升 因為呢 其實我們開始的時間呢 我們呢 就已經 摸了它做藍本 所以變成我們 優化了它之後呢 我們呢 是可以 去到一個 比較 總確的地方 那麼一個 統計學上的一個 數字呢 我們叫做Cindex 其實呢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的統計是完美的話呢 你的Cindex 應該是1的 那麼呢 我們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是去到0.9% 那麼為什麼我們可以去到這麼準確呢 就是因為呢 醫管組呢 願意投資了一個 一個團隊的護士呢 他們去收集這些數據 就不再是 由外科醫生自己繳械 我們呢 有一對的護士呢 訓練了它之後呢 他們呢 去看那些數據 這樣呢 就可以很準確地 將所有風險因素 和結果 特別是結果呢 都可以記錄得很好 這裡也想再強調一次呢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麻煩 就是說我們要看66個風險因素呢 因為呢 其實呢 就是根據一條這樣的工程式 方程式呢 就是我們說 如果我們想看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呢 就是病人的底子 第二個元素呢 就是那個治療的質素 第三呢 其實呢 是有統計學上的一些隨機的變化 所以呢 如果呢 我們看了這個質素之外呢 然後用一些統計學的方法呢 去控制這個隨機的變化呢 我們呢 就可以看到呢 很清楚地看到呢 那個手術的質素 究竟是去到哪裏 譬如我們看到有些 常見的風險 譬如年紀大 會差一些 它如果是 本身那個 外科病是多一些 它有一些 譬如慢早肺病啊 那些 那也都呢 有些呢 是血的報告呢 譬如血蛋白是比較低的 這些呢 都是我們發覺呢 是一些風險的因素 那呢 急症手術和 預約手術呢 又有少少不同的 那這些呢 又是統計學 計出來的 那就是 不用口頭鼻咬了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一張 非常之容易 看到的一個 數據圖呢 就是說每一間醫院 這裏有些特別的 我們呢 其實呢 每一間醫院呢 就是 有一個代號 有一個數字代號 我想我只可以告訴你 威爾斯是13 那意思 威爾斯醫院是13 那其實呢 這條紅線是什麼呢 代表了 如果這條紅線是1 就是說呢 如果你 這支竹籤和魚蛋呢 我們 其實開玩笑 就叫做 魚蛋圖 那實際呢 是叫做 就是 就是 無重圖的 叫做 但是呢 我們呢 就簡單叫它做魚蛋圖 因為好像一支竹籤 鑽著魚蛋那樣 如果魚蛋和竹籤呢 碰住呢 一呢 就是說呢 其實呢 它是 在那個 那個 隨機的 變化範圍以內 就是說呢 其實呢 它做出來的 結果呢 和預計它的結果呢 是吻合的 如果它是小過1的話呢 即是說呢 它是比預期好 但是如果它是大過1的話呢 即是說呢 它比預期差 比預期差 這樣 那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之後呢 我們呢 就再去看 究竟什麼原因 但是呢 特令至呢 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呢 有一些醫院呢 是會做得好過預期 也都可以看看呢 為什麼有一些醫院 做得沒有預期那麼好 那麼呢 這個呢 我們是多層次的分析呢 可以看到呢 譬如呢 我剛才說 不只是做手術的嘛 是不是 靠很多東西 譬如說 一間醫院 究竟它多不多外科醫生呢 它會不會很不夠人呢 會不會很缺護士呢 又或者它很缺心 這次治療部床位 等手術要等很久的 諸如此類 那麼呢 我們呢 亦都可以用一些統計學去分析 去看看 哪些醫院 究竟呢 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譬如呢 在這個圖表呢 那裡可以看到 我特意弄到小一點 免得你去看看 哪間醫院 那 那 譬如這間醫院呢 它呢 它其實呢 就是做得比預期差一點的 但是呢 其實呢 最大的原因呢 我們分析到呢 就是因為呢 他們的家醫院呢 很忙 他們很多病人 但相對來說呢 不夠醫生 變成呢 那醫生在手術室 做緊急手術呢 外面有個病人呢 有事呢 他沒有空去看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在兩個地方出現 同一時間 所以我們呢 可以在這裏看到呢 就是說 原來這個地方 是不夠醫生的問題 那麼 解決辦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醫管局裡 嫁多些人給他 所以呢 這個方法呢 就令到呢 即是我們呢 可以呢 是準確地監測到 哪裏出問題 這樣呢 就從而去解決問題 現在到今年呢 我們已經是 下個月呢 我們就會有第六個報告 每年一個報告 這樣都是第六個報告 那麼 那麼 我們呢 最重要呢 那個十 那個 就是願景呢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監察的program 我們可以透過系統 提供到一些數據 給我們外科的同事 給他們去做什麼呢 去做一些持續的質素改善 那麼這個是我們其中 質素改善的其中一個方法呢 就是所謂PDSA 就是說呢 你先去計劃一下 就是說找到是什麼問題 先 跟著呢 是想解決辦法 想解決辦法 跟著呢 再去呢 進行一些解決辦法 再看呢 究竟是不是有一個進步在呢 但是呢 雖然呢 我們都 就是 用了代號 1 2 3 4 5 6 7 但是 我們都幾透明的 其實就 就是說 有一百幾十個人 其實知道 十三是威爾斯的 那麼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你凡是這些 哇 很秘密啊 你找代號啊 這樣 那麼 他們就越想知道 特別是我們的傳媒朋友 更加想知道 那麼他們呢 知道之後呢 就是急不及待 就會報道了 就說哪些醫院呢 全港呢 就是最差 這樣 其實他們的所謂 全港最差呢 其實呢 在世界上呢 是很好的 我們比對了英美 日本 台灣 我們做得好過他們 但是他都叫全港最差 這個這樣的概念呢 就是說呢 我們分一些學校 做Band ABC 是吧 Band A美的學校 都是Band A 他不是Band C 所以 你這樣打他 就好像 不太公道 我們前線同事呢 都挺憤怒的 其實看到這些 當然啦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好的那些 就是 好啊 很興奮 差的那些 不是 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們呢 我們呢 在這個系統呢 也有一班資深的醫生呢 是去幫這些呢 就是這麼不幸運 跌了入地獄的同事 就是怎樣呢 我們呢 去幫他們呢 是 就是 特別是做一些心理調整 就是說呢 在他們最初 最初呢 當然是經過這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什麼 不是啊 我們其實做得很好的 那些數據錯的 計錯數 啊 然後呢 就很生氣 最壞就是 阿賴教授啦 是吧 就是 他領導的團隊 計到這樣 最壞都是他 然後就 會有 不開心啊 到最後呢 是接受 那我們呢 希望呢 就透過一班 資深的同事呢 去幫這些 前線的同事呢 去快些 去完成 這個階段 因為 為什麼呢 你不完成這五個階段呢 你沒有辦法 繼續向前走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的目標就是 質素提升 無論你是Band A頭 你也是可以有機會 做得好一點的 所以呢 我們呢 我們的Position呢 絕對不是Defensive 我們是Proactive 這個是我們呢 一些外科醫生 很願意去做的 我們去看那些數據 給我一些數據 分析他 就是準確分析 公佈的數據 我看了之後呢 我知道 我哪方面是決失的話 我就做得好一點 所以呢 我們特別是 有一班呢 就是 很有心的同事呢 去幫大家呢 去做這些事 這個也是打破了以前 我們有些山頭主義 就是說 有些就是 我做得厲害的 我就收起來了 我不教你了 對吧 就是有你佔底 挺好的 我們現在呢 就希望打破這些 山頭主義 還有呢 這個呢 也是在我們 就是 對於外科醫生的 培訓呢 我們呢 是很強調的 就是說 我們 外科呢 是一個 即是容易看到 即是你治療療病 究竟治療得好不好呢 是難一點去看的 但是我們做手術 做得好不好呢 比較容易一點去看 那麼 容易一點去看 容易見光 亦都是傳媒關注 但是不要緊要 雖然是傳媒關注 但是呢 我們如果自己相信 我們什麼時候也有空間 會進步的話呢 那我們會OK 我們才可以呢 持續這樣做 因為你可能 你可能 原地踏步 你一成不變呢 其實呢 你慢慢會落後 所以呢 其實在那十七間醫院裡面 個個我們都要做 這些持續改善的功夫 那當然啦 資源是一個 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那個餅是這麼大 怎麼分呢 那這個是 亦都考驗我們管理層的智慧 所以呢 我們整體來說呢 希望透過這個program 除了可以提高手術 那個成效 那個質素之外呢 我們亦都希望呢 在我們自己的醫療界裡面呢 我們呢 是做兩件事 第一呢 就是說 在團隊裡面呢 我們呢 是有一個can do attitude 就是說可以的 我們是可以進步的 第二呢 就是說 回到病人為管委的 一個醫療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 什麼時候都要放病人 在那個中心那裡 無論我們怎樣做 我們做好 其實都是為病人做好那件事 所以呢 這個就是今天我準備了 為大家的簡介 謝謝 谢谢大家